有个听众给我们留言 哇小女生耶 这小女生才21岁而已 那她的月经一直都不规律 那这两年呢 常常有时候两个月来一次 有时候是四个月才来一次 那有时候量多 有时候量少的 去医生检查 居然说是卵巢早摔 那她觉得怎么可能呢 21岁不是才刚成年吗 怎么会有卵巢早摔的这个问题呢 如果有的话 到底应该要怎么解决 怎么治疗呢 我们靠小天时间为大家 有请到的专家 是我们干细胞医疗专家 陈昌平陈博士 陈医师你好 你好指示人你好 那这个卵巢早摔症 通常是发生在 差不多30岁左右 那通常因为我们现在 结婚年龄都很慢 都很晚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 哎呀怎么都不会受孕 这时候才去找 才会找到 那像这个21岁 这个是很特别的啦 不过这个不用担心啦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护肠科医生 他通常在调液晶 他会给病人吃那个必要 那因为液晶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有液晶 液晶就是说 我们卵巢 开始昏灭了 引性荷尔门 瓷激室 瓷激室到高翁以后 就排卵了 排卵出来以后 这时候 它就会产生了房体素 那房体素跟瓷激室交费的时候 就液晶来了 这样子 那病药里面就是 它给你安排好了 就是说几天的 那个瓷激室 加上几天的那个房体素 所以就会产生液晶 那我想他的医生 说不定已经这样给他吃过了 那另外 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好的 就是干细胞 那为什么干细胞会对卵巢有帮助呢 因为干细胞 它是从骨髓出来的一个细胞 那这个干细胞会跑到全身 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记忆力不好 他就会跑到哪 心脏不好就跑到心脏 肾脏不好就会跑到 然后相同的卵巢不好 他就跑到卵巢去 那到卵巢以后 他就会让卵巢细胞活化 这样子 那卵巢细胞活化以后 就会排卵 排卵以后就会有液进来 OK 所以 所以他早摔这种情况 他是可以逆转的吗 因为他其实很快 是有机会 对是有机会逆转的 是的 因为那叫他也不必担心了 因为现在人压力太大了 压力也会造成月经不顺 OK 所以我知道我以前常看到同学 这个月经一来肚子痛 然后在地上痛到这种 站不起来的情况 那我自己因为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较这个 壮我比较那种大之老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啊 但我知道好多人是 这种常常如果肚子很痛 然后很小的时候 就是没有办法上学 没办法上班 一定要请病假的那种 是不是如果用这个干细胞的话 他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帮助啊 让你更健康一点 活化一点 这个也会 对 这个就是说 让他在整个排卵过程之中 就会不会造成这些痛 OK 那因为干细胞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有抗花炎止痛的效果 OK 所以很多人有关节痛 很多人开完刀以后 伤口不会愈合 那使用之后也大为改善 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啊 比如说刚生过小孩的这个妈妈 然后希望可以赶快身体复原 会不会要等一段期间呢 还是说这个东西是 不用 不用 OK 他的原理是很单纯的 我们身体有一个最重要的器官 叫骨髓 我们从小长大 就是靠骨髓 骨髓制造了很多干细胞 OK 那干细胞就来做这些功能 全身修复 抗花也好 那多吃没坏处啊 就是让骨髓 多一些干细胞出来而已 所以完全没有副作用 好的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的干细胞医疗专家 陈昌平 陈博士来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科普 谢谢您的解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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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